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《从听书到看书》。 昨天和大家介绍《太宰治》的经典《人间失格》。 它另一个作品《小丑之花》就较少人提及。 《小丑之花》发表的时间是《人间失格》出现的前十几年。 当中的主角亦是大庭业葬。 《小丑之花》描述的是在《人间失格》中业葬第一次自杀。 情人死了,自己被救活下来后,在疗养院发生的事。 由于作品出现的时间,远早于《人间失格》的十几年。 所以不少人称《小丑之花》是《人间失格》的罪曲。 《书中》也收录了《太宰治》的其他作品。 包括《逆行》、《他以非昔日的他》、《狂言之神》和《虚寇至春》。 若果单纯以命题来说,《小丑之花》的感觉对于人性内外在的反差, 本应是更大的。但回到文字的演绎,反而教人间失格轻松。 讲下家人、朋友、疗养院遇到的护士、自己的矛盾交集等等。 叶藏在被救活醒来后,首先就问,女人死了啦? 愚夫就回答,没死,你放心啦。 语气听起来異常慈悲,然后叶藏又再陷入昏迷。 醒来的时候已经在疗养院,朋友来探望。 他们也在讨论叶藏为什么要自杀,是因为女人还是马克思主义呢? 朋友留在疗养院过夜,一大清早就见到叶藏和一位美女在阳台。 美女在看书,叶藏就放了一个有些造作的姿势。 他们试试语地胡闹,带停这个小子,全世界的女人她都要, 然后又传出了响亮的笑声。 后来他们交谈的时候,又有意无意地提及有关叶藏为什么要自杀。 叶藏也很沮丧地回应。 我自己都不知道啊,好像一切都是原因。 朋友造作的延迟中,有时都能让人感到惊人诚实的意味。 正正是因为不经意说出的话,才带有真实的味道。 叶藏的哥哥后来也来到疗养院,哥哥就推测是因为叶藏的生活放荡, 所以没钱,又或者是挪幻了什么刁人的隐责,所以自暴自稀。 哥哥也帮叶藏处理掉,帮助自杀的罪名。 和叶藏一起自杀死去的女人是有夫之妇。 那个丈夫声称,一无前都不要了,只是想见下和自己妻子殉情的男人。 当然哥哥也帮他拒绝了,还写了保证书,确保今后再无瓜葛。 另外也要说说疗养院的护士,她偷偷免许叶藏和朋友在疗养院喝酒。 后来护士也因为业葬那班人笑声太大,而被护理长责骂。 护士就哭诉说,昨晚才不是有一大堆护士聚集在护理长的房间玩日本牌, 还玩到12点多呢?真可笑。 就是这样连短短在疗养院的时间,都有女人在大亭业葬身边陪回。 太宰致大概就是由这个时候开始, 骗植出那些自我否定矛盾的文字, 就好像洋葱那样,小丑之花是她开始为自己撕开表皮, 一层一层,直到十多年后, 是到内心最尽头,最脆弱的部分, 从而写出了人间失格这一部赤裸的作品。 小丑之花的尾声也有意无意地为人间失格打开了一线门。 她说:"写这篇小说的同事很想拯救叶葬, 请原谅这一只未能成功化身为拜伦的野狐狸, 唯有那一只在痛苦中的肖肖心愿, 但随着这一天的逼近感到比起以前更加强烈的荒凉, 再次习向叶葬,也习向我。 这篇小说是失败的毫无非弱的进步, 无任何解脱,如果活得久一点, 过几年有机会再拿起这篇小说, 不知会有几个魔狼,恐怕还未看完一页, 就会陷入难堪的自我厌护。 太宰志继续写说:"我不懂文学, 从新开始,从头来过。 你可知该从何着手呢?" 不论是太宰志还是大庭业葬, 就是让人又爱又恨,既脆弱又带有他离感。 他到底是怎样将他家往过的女星都一一记得呢? 还是在小说中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? 他小时候到底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, 而变成了太宰志呢? 爸爸和家庭成员对他的影响到底有多深? 无论如何,我都会选择相信, 他这一身五次的自杀都不是因为女人, 不是大家眼中的殉情, 他只是不想继续成为这个虚构角色中的主角。 从听书到看书,推介书籍,小丑之花,作者太宰志,又带牌出版。 能不能第一声。 尊重链是一个难关系的主角变的则子里, 是因为那是否的一声。 你 Worth的一声。 你有没有没有什么,